雷总 我听说这次的活动呢 就是支持陈厅长继续竞选的一个活动 是您召集的 那么您能不能聊一聊 您对陈厅长的一些看法和理解 然后您会不会支持他 今天很荣幸地 请到了各位来宾 理事们 先生们 还有很多好朋友 包括支持陈厅长 我们老厅长 过去为加拿大地区 为我们安省地区 为大多伦地区 所做的很多文化方面的事 我们都觉得非常感谢他 因为陈厅长 现在正式还可以出来继续工作 继续为我们多伦多的华人社区 为多伦多的文化事业 做很多的事 我们希望大家支持他 所以大家一起叫 123加油 好 那我们一起来为陈厅长鼓气加油 好不好 大家准备好 好 123加油 陈厅长加油 陈厅长加油 安吉拉你好 那作为加拿大一个知名的华人的小提琴艺术家 那我也知道您是万景师的居民 那对于陈厅长您有什么样的个人的理解呢 您会在他未来的这个竞选中支持他吗 非常支持 首先呢 我是目睹了陈厅长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边 为Markham在这个文化部里边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也代表我们华人做出了很多 sorry 做出了很多非常好的贡献 非常好的贡献 所以在这里呢 我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呢 我在这里支持陈厅长 继续为我们Markham的citizens 做出更大的贡献 祝您成功 谢谢 预祝陈厅长马到成功 加油 佐敬老师你好 那今天很多的万景师居民 相聚于你的枫叶之馆 枫叶之国这个艺术馆 来支持陈厅长 继续为万景师的居民服务 那么您能不能发表一下您的感言 太好了 我很兴奋啊 因为我认识陈厅长十多年了 在2012年的时候 在大多伦多华人艺术中心 当时我的画展 陈厅长为我剪彩 当时是 我记得 是中家文化 艺术发展最好的那一个阶段 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年 对我们这个支持关系和帮助 对我们方黄妹妹 华人社区的这个 各方面的关心 我都觉得 是我们一个特别 好的一个领导 我希望陈厅长能成功 好 谢谢您的祝福 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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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鸣狗 那作为在多伦多生活了 有二十年的 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华人 我们在过去的 陈国志先生 当省议会议员的十年里面 我们深切地体会到 他曾经为了我们 全安省的居民和全安省的华人 所做出的所有的贡献 所以我们过去四年 信任了陈国志先生 在未来的岁月里 我相信我们一定也可以信任陈国志先生 谢谢 说得非常好 社区名人就社区名人 发言果然不一样 赵总 大家好 我是林达梁 我移民加拿大呢 二十三年 在这二十三年里边 我也看到了 我们华人社区的蓬勃发展 我们 我们华人在这里 努力 工作 在这里这片家园里边呢 给我们植下了根 所以在现在呢 我们更需要 我们华人 有华人站出来 真的是为我们华人自己发声 所以今天 我来讲 只要 我们的老厅长 陈厅长 在当选 我们一定支持他 我叫Richard武 是Raymax的地产经纪 我非常支持陈厅长 继续为万锦市的居民服务 今天很高兴 大家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因为 因为最近我正在创作一副 以世界政治人物为主题的一个 一副大型的一副油画 然后呢 如果说大家今天能够去帮我提提意见 去做一做修改意见 我都是很开心的 我是Angela Liu 我现在开一个会计事务所 我预祝陈厅长 继续为万锦市居民服务 祝您成功 我是开启崔 我是11年移民到万锦市这样 然后我一移民过来 就听到那个陈厅长的那个名字 也目睹了陈厅长为华人的社区 包括为万锦市做了很多的贡献 我本身呢 是做房产开发的 所以呢 我非常支持陈厅长 继续能够为我们万锦市居民服务 支持 支持陈厅长 大家好 我是朱虹 今天呢 非常荣幸能来到 佐老师 枫叶之国画廊 来参加这样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我是2012年来到加拿大多伦多的 当时呢 其实是以一个外派员工的身份 在本地开场工作的 随着在多伦多时间越来越长 然后融入多伦多这个华人社区的 机会越来越多 我发现华人在这里边 真的非常优秀 我们勤劳 我们诚实 我们朴实 然后我们都有远大的希望 陈厅长其实 之前的几次访华 那时候我们工商 我们当时所在的单位也有所参与 确实为我们华人带来了很多的福利 所以这次呢 听说陈厅长将再次出山 我觉得特别的兴奋 我相信有陈厅长在 就是我们华人的福气 谢谢大家